知诊悠斋梦不成 书中暴晓太多情 风山双白一生礼 月落鸟蹄三五惊 大家好我是梅南河龙王 本次继续带来战国无双一代猛将传的游戏解说 这是上山千信之章的最后一期了 最后要打的是下路线的最终关紫川之战 说的是虽然上山军攻陷了其赴城 但是在攻城上花了太多时间 这时武田信玄已经率军穿过违章 到达了近江 距离成功上落已经不远 文迅的千信 率军急速行军从后追赶 而信玄却在此时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在紫川一地不振 等着千信上门 上山千信 武田信玄这多年的宿敌 尿在这紫川一决生死 游戏故隶且军下 仙心有了 寸戏故隶 和斯佳在後 游戏故障战 尽管的河坠 尽管以内 尽管以来 尽管 进入战斗准备 战败条件里依然有上山牵信以外 全武将败走 这一关我军的败走情况 会比在上路线要严重一点 而且还有一次剧情杀 但总的来说 或是什么大路线 武器这次改名为赤小斗舟 这也是千信所用的刀 这把刀是背前三郎国宗所作 别名是点咎哥 点咎是官位佐马柱的唐名 点咎哥是说这把刀 砍死了一个当时官位为佐马柱的人 也就是五田信凡 因为官位的原因 也经常被直接称为点咎 据说川中岛之战里 千信就是拿着这把刀 斩杀了五田信凡 但是之前也说过 千信拿的是小斗长光 这就是为什么小斗长光 竹与坚光赤小斗舟 都被当作同一把刀的原因 再说五田信凡 死在谁手里也没有什么记载 要说是千信用的话 可信度偏低 后来千信跟北条士康交战的时候 左竹一招带着左竹一虫前来助阵 这个念的就挺别扭 但是没办法 查了西给偏向于重叠的意思 虽然念虫重量的重更顺一些 但是按意思上只能念重叠的唇 千信为了感谢他们前来助阵 就把这赤小豆粥 还有一把孟切国宗都送给了左竹一虫 这把赤小豆粥 目前被收藏在京都景一美术馆 千信那一战所用的刀有好几种说法 每一把刀的下落都不同 而且有两把都会判定为有实物 这个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了 我这关用这个名字的目的很简单了 这次是和五田君绝生死之战 这把刀曾经斩过五田信凡 那这一次我就要用它斩真田信凡 赤神还是老样子用的指人 虽然皮杀门前更符合这关吧 但是最后一关还是选个好用子吧 属性用了洞牙 因为上一次用洞牙是在 骑父的流程B 后来想了一下 还是在主流程里也用一次吧 装备就老五强不变了 独卫兵也是 看一下人员配置 直将监续是谦信的副将 其他人的话 上山警虎是第一次出场 也是唯一一次 好像就只有这一关用 在综合敌军没有五田一信这点 也就意味着月象同盟还是发生了的 他本名北条三郎 是北条士康的第七子 本来娶的是北条幻安的女儿 因为幻安是北条早云的儿子 士康的叔叔 所以北条三郎结完婚 就跟他爹士康同伴 可结完婚才刚三个多月 就因为月象同盟的事 三郎要被送到上山家做养子 因此离了婚 幻安的女儿就被转嫁给 士康的第八子 北条士光 也就是四郎 所以士康还是逃不了 被自己儿子喊歌的命运 三郎到了上山家 去了华基 改名为上山警虎 警虎是前信 还姓常伟时的救命 把救命赐给他 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剩下的事我之前也都说过 就不再提了 我军的非初期配置 还是前前庆次 要等五田军增援出现之后 他才会登场 再看敌方这边 先是三个无双将 后面三个 各带一个服务 非初期配置的是 武田信联 武田圣赖 和高板昌信 其中 武田圣赖带着人科圣信 高板昌信 带着土屋昌次 说一下本官概要 在上山军攻略 知田信城的根据地 齐复城的时间里 武田的上洛军 穿越伟章 到达晋江 得知此事的上山迁信 再次强令行军 追击转进至 北晋江的武田上洛军 武田信玄为了迎击 追击而来的上山迁信军 于琵琶湖的东北方 紫川之地不振 等待上山军的来袭 另一方面 上山军到达紫川 于武田的对岸不振 两军与紫川面对而至 说实话 这里武田的行军路线很奇怪 到伟章后有两条路 往西或往北 往西走一世的话 就不可能途径进江 往北走也要经过美农 必定经过墨宇城 不可能绕开上山军过去 但是游戏就别那么考究了 正如同我之前说的 这一次是生死决战 所有败走的 都可以当作战死看待 好 生死之战即将 拉开帷幕 一上来就会连给三个救援任务 都是要救援我军的某个武将 成功的方式就是击破这三条路线 对应的敌将 将用的失败方式就是 将用的我方武将败走 或者直接进入了武权本阵 我这次就 从左然后往右打 但是呢我是要打全面 所以会先从副将开始 左路对的麻烦 其实就是这个黑人 好 左路的副将收拾掉了 接下来是左路的主将 是内同昌风 这个无双 哪怕只打掉一个飞人 也是很不得的 因为这个飞人会掉这个 夹攻击的大火的道具 利用这个道具再去打这个 敌将也是会方便的 他们的避免 他们的避免 取得不得的 我想和我打这个飞人清掉 但到时候 我到时候还得回来左路 留着他终究是个麻烦事 好 这样左路清完了 接下来去中路 但是中路的 那个军团长 马上信房 先不值得了 我先只清掉副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你完成两个任务之后 再过一会儿呢 就会出现下一阶段的任务 所以呢 为了不太早出现这个下一个 因为下一个任务是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为了不让那个任务太早出现 我先不要太急着完整两个任务 我先把这个中路的副将解决 就是这个小神前信贸 先把小神前信贸击破之后 然后我就入了 最后先留下中路的这个新团长 这次运气不错 两人动 因为如果我现在就把麻场信房击破 那么基本上 我打完这人之后 等任务出现之后 我还要再打两个敌将 因为我是要打全面的 但如果我现在先去打右路 把右路一直都把山线场景击破 那样他才会开始计时 这样我把这个麻场信房打差不多了 正好这个任务就会开始 因为我用的毕竟不是红莲 我是高属性 高属性突出的 这种属性 所以呢 需要稍微提一点提升 当然如果不打这个全面的话 那当然就无所欲 只起三个 金团长都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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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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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看到这个队友俩如果不动住的话 这伤害是真的特别急 而动住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这个据点算是有点关掉 时间上来的 下一个任务是急速前往武田本镇 这个任务的时间限制是三分钟 如果三分钟到了没有到达武田本镇 不仅仅是任务失败而是直接算作输掉 那现在这里向败位条件这里改成了武田信玄脱离战场 就意味信玄如果逃了 那么这关直接算出 时间限制是三分钟 两分钟的时候会给一次警告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把这个第二个任务完成 这个时间脱了一下的原因 因为它是完成两个任务之后就开始要出现 所以为了给自己有些时间 5分钟到达武田本镇 因为进了武田本镇之后 之前的救援任务如果没完成的话 就全部算作失败 那这里也不用急 先把这边据点我先端了 其实有时间也可以去把姓村和女人先把他们打伤 因为他们在某个剧情之后就会变成斗戏 但现在还是不是斗戏 所以现在打他们的话 他们受伤会比较大一些 然后在这里我先等一次那个两分钟的警告 你看就这一句 出现这一句就代表再过一分钟 信玄就要走了 那么现在进去吧 这样信玄就成功进入成功了 但是这个是迎武者 真正的信玄在小古城 武田军的中原就出现了 这下来会接一个击破武田军全武将的 女远就会使用一个幻术来让我送一个部队的士气将军 同时触发这个剧情之后 女远就会变成同色的时间 然后前天气用刺也来支援了 隅机一下 vault 试试 藍 试 给 どう d 06 先進去打了高板昌信偶的 我們也不能打擾 擊破五星拳武將的任務 但是不包含信權的 趕快打擾了 女的身體也好 這裏的戰鬥 你把我抗爭 你把我抗爭 最后依远是斗气 如果在他变斗气之前 都是可以给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是这里面没感想 刚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突发技术 我说的这次是生存 死决战 所以战败的你都可以 所以像这里看到无双将 击破之后都是这样 所以你也可以相当于这些大众演 击破之后 你也可以把他当作 主在这一战 包括我军 包括敌军 都可以这么判断 然后幸福 庆村的那个任务呢 它是那个那个剧情 还需要到达 我跟某个桥处 才能处罚 所以我可能给他 以下了 因为他现在正跟 庆次在僵持 庆村的这个剧情 是直接剧情杀 我军的一名武将 是当时触发之后 离他最近的 我军的一个大众演武将 就是说上山千信 跟前天庆次 这两个人不会被他剧情杀 但其他人 都是可以被剧情杀的 所以这个目标呢 不是固定 不过我最常见的情况 就是 我最常见的出现 这种最重杀情况是上山减重 不过他 他需要到一个特定地点 才能让庆村 出这个剧情 我首先把这个 重新把这个 上一下就充滞 早时候对我有用 要触发了那个剧情之后 庆村才会变成斗气 把他先引过来 但愿他在这之前 先别被庆次打死 视野外的话 一定是庆村被逼迫庆次 但视野内的话就不好说了 我看看啊 哎 我这附近是不是没有火星火星 我看这个 哦 警生在这头 把他带过去 这会儿还不能打死他 剧情我还没触发完 先把这儿敌净兵 然后把他们都引到 某个敌净的地方 你看这次又是上山景圣 被剧情杀 这下预馆之段就不会发生了 在触发完这个地形之后 杏村就变成斗气了 你这杏村就是来这么一时 到时候我就上山家又改姓北条了呀 无论先线跟庆次之外 其他人都有可能再对最强伤 我最常见的情况就是 这个是个警生被直接提杀 而且刚刚那个人家里也看到 我直接显示战士 这也是为什么确定 这关是生死国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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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たちものんびりしてられねーぜ 啊 啊 小五重开门了最后要跟五天信玄做最后的决斗 我军就不用指纹来了 小五重开门了最后要跟五天信玄做最后的决斗 我军就不用指纹来了 这一场最后是单挑战 既然是单挑战我就不用杀阵 不用无双 就这么跟他打 不小心把那个饭团给打出来 本来还讲着真的没血了再去吃的 等于一不小心没打出来 我这个人不喜欢伪廉 追打能必定必定中的那些等连断双手 另外信玄那个4到7方也是个很好的切方的地方 因为他4到7下范围斩 他比较快 后来信玄一定得很快 我发现他school 到311 什么 我发现他 就把他帅是求很好的 他认为一小决斗 这次我拍到那么多刺肃 我发现他帅他上不下韩 这次信玄这次C1带的是0,0是弃绝的效果 不过动上了,信玄这次在这个0是弃绝效果 但是由于玩家是有一个特殊的技能,是不会被弃绝的 所以信玄带铃的效果,由于玩家而言是最低的 他把无双给放出来 二十五位 这身也没有用! 多年的争斗 终于化上了修纸服 武田信玄战死 武田军就此覆灭 这应该是无双中 这两人少有的能决出生死的结局了 后面很少决生死了 要么放了要么共斗 编年史三里倒是也有过生死局 不过是赢的人死了 那看一下我军这边阵狼的人 就是鬼小岛弥太郎 士奇景佳上山景盛 是属于后继者中死的一位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上山佳今后可能要姓北条了 然后还死了两位猛将 下路线呢是时机演算的结局 我就不准备第二套服装的那个份了 就直接看吧 下路线是时机演算的结局 下路线是时机演算的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山迁信之章就此完结 下一期该之前军团了 我是打算下一个做之前信长 第一批四个角色的主题是各势力的初期角色 所以选择姓孙 光秀 孙氏 伴奏 而第二批的主题是武力担当 所以东国武士团就是泰格武里 除了剑豪外武力最高的上山迁信 之前这边就是一代设定女文 而另外两个势力的武力代表是谁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下一期是之前信长之章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